十幾個餐廳人員手忙到沒停過 分工合作包便當 豬肝捲 招牌粉腸 蝦枣等四個主菜 再加上兩道有機蔬菜 看起來真的好澎湃 光是上午預計要包出400個便當 好像有很多比較消息 對 蠻多的 就是用這個便當大隊的線上平台 來訂便當 才能市長黃偉哲 親自示範怎麼挑 怎麼訂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市府推出便當大隊平台 搶救餐廳生意 計程車大哥他們本身 這波也受到衝擊 我們就請他們計程車來再送這些便當 所以便當也有得賣 那這個工業區 他們訂便當也方便 那計程車也有這個運送的卡式 便當大隊線上點餐系統 目前已經有14家餐廳加入 再結合小黃外送 只要訂餐在1500元以上 5公里以內的外送距離 通通免運費 初期鎖定工業區外送 收入訂單破千分 這是市政府成立的嘛 所以相對的不會有抽成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找一般的外送平台 或怎麼樣 那些的費用就會很好 不像其他外送平台 還要被抽至少三成的費用 讓餐廳業者省下不少成本 餐廳包好便當 小黃來外送 工業區訂便當更方便 一條龍的便當大隊服務 創造出三銀商機 就要賴館章 台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